从近期监测情况看,猪肉价格趋于稳定。 9月11号到17号,36个大中城市的猪肉平均零售价格日均涨幅为0.28%,较8月份明显收窄。 其中,中秋节第二天下降了0.22%,36个大中城市10涨13跌13平。 果蔬价格小幅回落,9月17日,水果蔬菜平均价格比8月底分别回落了3.2%和2.2%。 国庆佳节临近,从物价走势分析看,国庆节期间,物价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运行。 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密切监测重要民生商品市场价格变化,根据需要及时采取相应调控措施,保持物价基本稳定。 第5次广 gorau线,并不够移行自己操作改委本行为15秒。 以前 监制限定币并不够移行西区,岐队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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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